王林得知颠落大地的一些秘文后 他猜测此人必定与朱雀圣宗有着莫测的关联 书接上回 当王林将打伤钟大红的暗歇族男子击杀后 方才逃离这座城池的众多修士 一个个眼中露出滔天的震撼与恐惧 抬手间便能让一个殷须修士生死到消 这种手段足以惊天动地 即便是钟大红也是身子一颤 他虽然在闪雷族看到过王林大发神威 可今日再次看到 更是越发对王林升起无限强大的不可超越质感 至于王林虽然身处太古星辰的追杀令当中 如此形式很有可能引来强敌 可王林却做不到忍气吞声 这世间也含有人可以让他去忍 然而在杀死中年男子后 很快便有一道苍老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阁下未免太过欺人太甚 真当我暗歇族可以随意欺凌不成 今日你与我族对抗 就是与整个颠落之地为敌 颠落大地绝对不会饶滚 伴随着声音而来的是一位眼露凶光的老者 他静止向着王林冲杀过去 王林看向远空大鹤道 区区天人第二衰 也敢在我面前如此说话 而后王林右眼射出一道雷霆 直接穿透老者的躯体 降临在了心神之中 那老者大口咳血急速后退 并在暗自惊叹道 对方绝对是天人四衰的强者 究竟是哪个不长眼的小辈 竟然给我暗蝎族招惹来了这等大敌 但紧接着老者眉心又冲出一只百丈大小的蝎子 直奔王林而去 同时他从储物空间召唤出上百个阳石境界的傀儡 将王林团团围住开始自爆 老者深知凭此不可能击杀王林 但可以给自己留出逃跑的空隙 王林看着老者的手段露出嘲讽之色 他直接施展出缩地成寸 便摆脱了傀儡的包围 下一刻王林直接出现在了老者镜前 并抬手点指在了老者的眉心处 死亡的阴影在老者心神无限弥漫 这种实力的差距让他避无可避 老者的肉身更是剧烈颤抖起来 其原神被这一指之下直接从体内轰出 王林淡然地问道 还准备继续跑吗 老者立刻摇头 并在心中叹息道 仅是一指就能让我原神出窍 此人修为恐怕要远远高于天人四衰 我今日根本无路可退 随后王林盯着老者原神冷声说道 从此之后 你按些族尊我为主 听从一切号令 否则全族覆灭 老者抱拳恭敬地说道 颠落之地本就是强者为尊 能有主人这等强者庇护 绝对是我按些族的一大姓氏 接下来的几日里 王林从按些族老者嘴中 又得知了不少颠落之地的消息 原来在太古星辰中有掌尊会 而颠落之地中则是有洛生会 颠落大帝便是洛生会的管理者 其修为已然达到了第三步 也正是因为它的存在 掌尊会才不敢随意插足颠落之地 不仅如此 王林还得知了火雀族 在颠落之地暗中搜集烟火一惊 这炎火一惊传闻也是颠落大帝带来 是制作傀儡的材料之一 至于火雀族收集这种材料有何用处 按些族的老者便不得而知了 不过老者身上却有一块炎火一惊 并将其献给了王林 然而王林在拿到炎火一惊后 眼中露出震惊之色 并立刻对着按些族老者说到 搜集所有此地火雀族的消息 详细地呈现给我 就在老者离开后 王林眼中的震惊之色越发浓郁起来 因为当年朱雀圣皇就曾说过 四圣宗起源于界外太古星辰 而王林先前在朱雀圣宗疗伤时 朱雀圣皇的打坐之地 便是一块巨大的白色石体 而那白色石体便与颠落之地的炎火 一惊一模一样 所以王林猜测那传闻中的颠落大帝 或许与朱雀圣宗有所关联 毕竟老圣皇也曾提及过 四代圣皇与其余三大圣皇去了界外 但从此之后便再无任何消息 而那颠落大帝拥有朱雀圣宗之物 或许当年四代圣皇便是来到了颠落之地 王林越是思索就越是震惊 因为若是此地真的与四代圣皇有关 那么他说不定可以在此让朱雀印记四次觉醒 从失火状态过渡至虚火 紧接着王林又拿出了一具暗歇族老者 献上来的静涅傀儡 他研究了数日后 结果惊奇地发现这傀儡之内 竟然隐藏着难以察觉的经脉 显然这是不知以何种方法将修饰生生炼化后 才凝聚出的傀儡之物 更为可怕的是王林还在这傀儡体内 发现了一些神秘的颗粒 而他当年在妖灵之地内 就曾见过一具古神头颅 那头颅的伤口处便有相同的颗粒 甚至在王林的储物袋中 有个小瓶便是装有从古神头颅取来的颗粒 隐隐之间 王林仿佛是抓住了一些繁杂的思绪 但却无法理解透彻 最终王林为了查清一些真相 开始吩咐暗歇族长老带他前往距离最近的洛生会修真心